最後一個大奧金之拳,我們來了 嗨! 救我! 有個人擋住我們,直接輾過去 大家好,歡迎大家點擊這個影片 跟我一起來玩薩爾達傳說王國之類 我是奧維,這期的影片裡面 我們要寫最後一個大奧金之拳 我現在人在這個地方 我們上集解了神廟叫 芝芝烏美神廟 那我們要寫大奧金之拳在這邊 那我就寫著這個神廟這邊跳下去 下面是個驛站 然後這邊有個樂團 在這邊演奏 我們跟樂團的團長講一下話 我們又來找大奧金之拳了 這邊是大奧金的西沙在這邊 我在很高的地方 不過如果你要解西沙的話 你要解一個小任務 就是要去找飛衣,吹奴笛子的人 那這個吹奴笛子人現在在哪邊呢? 聽說 在費羅尼地區那邊 在高原驛站那個地方 這樣 那我們上集有解高原驛站附近的神廟 所以我們就把我們自己傳到高原驛站那個地方 大概在這邊 所以我們上集有解了兩個神廟 那我們把我們自己傳到這個地方 高原驛站這邊 你來到高原驛站之後 應該說來到高原驛站附近的神廟之後 你就往高原驛站這邊走 就是往前面走 就看到驛站在那邊 我們想要找到吹笛子的人 在這個驛站的 這個方向 驛站在這邊 吹笛子的人在這個方向 我們爬上樹去找他 大哥哥你怎麼了 為什麼跑到那麼高的地方 我還想問你 你為什麼在那麼高的地方 找我有什麼事嗎 樂團的人在找你 他有些事情要做 先要他在這邊的任務完成以後 他才會回去樂團 然後下了樹以後 這個飛翼告訴我們 他想要做一個發光的樹 他想要做一個發光的樹 那怎麼做發光樹 他有十個螢火蟲 發光樹 所以接下來的目標 我們是要找十個靜靜螢火蟲 然後給這個飛翼完成他飛翼的任務之後 他就會回去樂團那邊 我們就可以去解我們大奧雞之拳了 那如果你想要拿 想要尋找 螢火蟲 螢火蟲的話 你要到晚上才能尋找到螢火蟲 好像我們就在這個火有火的地方 休息到晚上以後 然後我來跟大家講哪邊有螢火蟲 在這邊有螢火蟲 大家在這個地方有螢火蟲 我在這邊訂一個地圖釘 我們從這邊走到地圖釘這個地方 就會看到很多很多的螢火蟲 所以如果你找不到螢火蟲的話 大家跟我走 沒有,我是不是就就可以了 崖子子子 歹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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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晚上我們走到森林的入口這邊 我們就會看到很多螢火蟲 不過我們先來換一下衣服 我們來換這種潛行服 然後我們把我們丘莉關起來 丘莉可能會嚇到那些螢火蟲 我們就來去尋找我們的螢火蟲 如果你碰到有骷髏的話就把他們用閃耀果殺掉 然後繼續往前走螢火蟲在前面 這邊有超多的螢火蟲的 那有觀眾會問我說你這樣子是怎麼樣可以用走的 通常你用跑的 你就搖桿慢慢的往前推 慢慢的往前推 靈克就會用走的 用走的話不會激擾到螢火蟲 如果你穿潛行套裝的話 你就可以在這邊抓螢火蟲 我抓螢火蟲不要心急 等一下下來再抓 如果他不想跟你抓的話 先抓別隻 這樣我抓到一個 兩個 三個 那邊有波克布林 先不要過去 五個 在這邊我抓到五個螢火蟲 這一帶有很多螢火蟲 這邊好像也有螢火蟲 慢慢走 是五個 第五個還是第六個 七個 把狗推進來這邊 找螢火蟲 再繼續往前走 還有其他的螢火蟲 你看 繼續往前走 有好多好多螢火蟲 這邊一定可以找到十個螢火蟲 現在人在這邊 我們剛才在這邊找到 五個螢火蟲吧 那我們繼續往前面走 這個地方也有很多螢火蟲 那我來看一下 我有多少個螢火蟲 我現在目前有十六個螢火蟲 已經超過十隻了 我就把我自己傳回 高原驿站這個地方 在地圖的下面 南邊這邊 傳回高原驿站以後 我們把十隻螢火蟲 給那個小男孩 我們現在的目的就是 拿了螢火蟲 然後給小男孩 解了小男孩的任務之後 然後再回去 平原外圍的驛站那邊 去解我們大鷲精之拳 我們就給小男孩 吃了十個螢火蟲 他可以打造發光樹 然後他希望在晚上的時候 把一個女生帶到這邊來 叫哈伊特 如果睡著的話 就隔天晚上帶大家過來 現在已經兩點鐘了 小朋友可能已經睡著了 還沒睡嗎 還沒睡嗎 就是他 如果睡著的話 你就在火那邊 休息到隔天的晚上 然後找這個小女孩 然後找這個小女孩 這樣他就會跟我們走 我們就把他帶到這個地方 帶到飛衣的這個樹上面這邊 來看發光樹 然後小男孩說 他還要把幸福帶給更多的人 所以他要回到樂團那邊 他跟我們大生命松露 好像這樣子 我們就解了這邊的小任務 吹笛少年所尋之路 這個情節挑戰 那我們可以回去解大奧青之拳 不過我想要在這邊休息到白天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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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要騎嘛 我想要在這邊休息到白天 消磨時間到早上 我們到早上之後 我們就來去解大奧青之拳 我先把我自己傳回 平原外圍的驛站那邊 大概在這邊 我本來想要直接解最後一個大奧青之拳的 不過 內容實在太長了 要解兩個神廟 然後還要去尋找 螢火蟲 所以我把它分成兩隻 我本來想要直接解最後一個大奧青之拳的 內容實在太長了 要解兩個神廟 然後還要去尋找 螢火蟲 然後還要去尋找 螢火蟲 我來想要指揮講話一下 橫底手終於回來了 那我們現在就來把樂團 帶到大奧青之拳那邊 不過大奧青之拳在很遠的地方 我們現在已經有笛子的人了 然後還有這邊有很多石頭擋住了去路 他們試著前往大奧青之拳那邊 但是爬到半路的時候 卻受到網力的阻礙 馬匹無法通行 然後馬車也壞掉了 雖然笛子手已經回來樂團了 但是沒有交通工具 所以我們來幫他修復交通工具 這邊有一個大車子 不過這大車子少了一個輪子 我們把輪子裝上去 好像這樣 輪子的方向要跟其他輪子一樣 然後這邊的輪子有點怪怪的 我來把他 這邊的輪子 放跟 右邊輪子一樣 一樣的地方 好像這樣我覺得 四個輪子都在差不多一樣的位置 好像比較對的感覺 這邊有 操縱桿 我把操縱桿黏在前面 像講黏在前面 方向要正確 講不要黏錯位置 然後接下來把我們的 馬車黏到我們的 這個大台車上面 那我們來跟團長講話一下 最後一個大奧巾 知群我們來了 有個人擋住我們 直接輾過去 好 要整一下方向 然後 然後繼續 這大車輪應該很穩 雖然有石頭在這邊 但是開慢一點 應該不會有問題 好 Let's go 我在練習的時候 有裝一個 不倒翁就對了 我覺得不倒翁可能會更穩 但是我 現在在錄影的帳號 沒有裝不倒翁 還是安全的運送 他們到大奧巾旋的前面 有關 就這樣 那… 就這樣 是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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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